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了石与其 国语在汤姆斯杯上少了一名主力军 也是导致最终0比3惨败印尼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 国语没有放弃石与其 国语训练营在晋江开营 国语官网更新最新晋江训练营南丹大名单 一共有18人入围训练营 分别是江苏石与其 江苏理想 天津高正泽 辽宁顾俊峰 辽宁张维一 浙江孙超 浙江方开 安徽董天瑶 福建吴凯安 福建王一帆 山东李云泽 湖北刘淑明 湖南王正行 湖南刘亮 湖南庞玉才 广东宋染生 广东陈文杰 四川刘泽庆 可以看出 石与其在列 虽然他在竞赛期 但如今也算提前解禁 石与其只有26岁 两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他也才28岁 正值黄金年龄 如果保持好状态 他有可能出战巴黎奥运会 希望这次长时间竞赛 能够让石与其更加成熟 除了石与其 陈龙也在列 作为老将 很多球迷认为 陈龙已经在退役边缘 毕竟 陈龙在奥运会上 已经集齐了金银铜牌 东京奥运会上 陈龙能够拿到银牌 已经算超水平发挥了 此外 陈龙多次表示 自己的目标就是在参加一届亚运会 此前 陈龙已经休息了很长时间 他也应该回归了 尽管亚运会延期 陈龙还是选择坚持 没有直接退役 不知道 陈龙会坚持到什么时候 他还会为两年后的 巴黎奥运会而战吗 但目前来看 石与其和陈龙将要回归 对于国语男单来说 这是好消息 石与其提前解禁 而陈龙不退役 期待他们能够助力国语男队再创加级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